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集的Gadget Live 今天只有我在这里 今天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看到桌上有个三角巧克力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了 就是其实开了这部机 一看就知道就是这个华石的ROG Phone 3 这部机其实在今年都挺受主意的 一向都是ROG Phone 系列 都是跟大家说电竞神机的 很多手游的发烧游都很喜欢这款机 由一代开始出出到现在三代 三代在今年出出 今年当然会转用最新的Kochem Snapdragon 865 Plus 的处理器 效能和性能一定是更上一层流的 究竟这部机有什么特别呢? 除了这个跑分 很厉害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呢? 就一定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和大家说 其实 每几代 ROG Phone 这几代 都是用了一个 三角巧克力的 这一样的包装盒 都挺有名的 一看就知道大家一定认得是ROG Phone 3 ROG Phone 手机的设计 一拉开 其实就是一部机 当然那部机就已经在我手上抽出了 没讲到配件或没讲到部机之前 先讲到价钱 价钱 其实这次华盛 在香港推出了ROG Phone 3 和ROG Phone 3 Strike Edition 是7998 12GB RAM 512GB ROM 低一点的Strike Edition 看清楚一点 就是8加256 5998 其实你问我 ROG Phone 3 买了7998 12GB RAM 512GB RAM 865 Plus 用865 Plus 还有它有很多优化的功能 给大家打机上 可以个体验更加好 还有今代用了三镜头的设计 其实这个价钱 去买一部顶级的旗舰机 是价钱的 还有5G 支援5G 你计算一下 现在市场上很多手榴机 可能都是类似这样的价钱 但是ROG Phone 3 胜在优化的做得好 还有本身配件都多 你看到桌面上这么多 配件就知道是真的 7998 我觉得自己 在我自己心目中 我觉得是值得卖的 那究竟这部机和上代有什么特别呢? 不如看看 好 移私櫃到这边 好啊 镜头一转就看到两部机了 这两部机 左手边就是新机 ROG Phone 3 右手边就是上一代ROG Phone 2 那大家看 一定会有些 觉得 很大分别 就是这边 这边 这边 机身机背的右手边 那 为什么今代 变得这么小块呢? 这块散热片 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块呢? 其实我们不能单看机背的散热片 散热片的设计 就是说 究竟 哇 是不是今代散热效能力弱了呢? 其实它是里面有重新设计过的 那么 重新设计过 什么呢? 其实就是 底层的热声 加大了面积 转用了一个 大面积的Graphic Frame 3D的导致板 其实你看到 这个位置就是 露出来的设计 上代也是有些 散热厚的 好像很大的大型 其实新机就占了这么大的位置 其实它不单止 新的设计 不单止为了这个 处理去散热 其实它会盖上 这个5G Modem 盖上5G Modem的时候 那你想想 打机 你要连线的嘛 你玩手机的嘛 一定要online online和人打 那么连线的效果 如果你连线的效果 如果你打 Modem过热的话 你一街打 那你就随时会叻开机 连不到线 所以 散热的位置 盖上5G Modem 就令到整一组 整组的晶片 就可以更加有效去降温 那令到你打机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 啊 部机过热 那就令到 效果下降了 那另一方面 就是最大改变 就是新机三镜头 旧机是两镜头 新机的三镜头 其实就是说 用了这个 48MP的主镜 再加一个13MP 即13万像素的超广角 和一个500万像素 微距镜头 前镜头 先讲一下前镜头 先讲一下前镜头 前镜头 其实就是 一样的了 前镜头 都是 2400万像素的 新一代和第一代 前镜头 都是2400万像素的 那你见过 那你见过 其实两部机的盘埃 呢 先移回来 两部机的盘埃 呢 那个 大小 差不多 其实两部机的重量 都是一样的 两部机都是240 我觉得有点神奇 转了 转了多些东西 转了多些东西之后 塞了三镜头之后 和上代都是一样 240克 那么重 都挺 特别的 仍然都是用一个 没有流海 没有水滴 没有开孔的屏幕 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称之为 传统 传统的 比例的屏幕 就是传统的设计的屏幕 那么 没有流海 没有水滴 或者没有这些 什么开孔 打机 和看片的时候 就 不会那么有 硬硬的情况 就是 你不会看到 突然间 那个 那条 标准 突然间有个东西 阻止你 看某个 数字 那么 那么 两边 上下两部 都是用了 前至双喇叭 对了 前至双喇叭 那么 比较特别的就是 就是 部机底 那部机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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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那 上少少那部 就是 RO之锋 3 这部 就是RO之锋2 一样有USBCC 但是 就没有了 3.5mm 那 开头 我第一次看部机的时候 我都觉得 为什么没有了3.5mm 那怎么办 其实 它的3.5mm 就变成了 这个 新的Active Caller 上面 那 其实 这个 这是新的Active Caller 这个是二代的Active Caller 其实二代的Active Caller 其实二代的Active Caller 都有3.5mm 那 应该就是为了 re-design了 里面的原件 没办法 真的要在部机上 飞走了 3.5mm 但是 其实你想起 你打机的时候 通常都插Active Caller 那 再散热再好一点 那 不如直接 在Active Caller 那里 再插3.5mm 让你插耳机就算了 是的 那我觉得都可以的 其实 因为你始终打机 都会插Active Caller 这样 令到那部机小好一点 打机的体验会好一点 基本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扶送的 这个东西是随合扶送的 基本上 你打完机都会用的 应该就 那 今代Active Caller 设计好像收敛了 那个样子 是吧 小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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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洞位少了 但是其实 它说的效能 跟上一代 比上一代 好 比上一代 还有今代 好处就是 有个Kick Stand 这个Kick Stand 打开 这样打开 就是一个 小小支架 那好处就是 就是 当你 吸收了下去的时候 吸收了下去的时候 这样 就可以 动起了 这部机 可能 现在这个 画面 看得不太清楚 你看到 动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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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动起了 有什么用 动起了 当然是 所以 为什么说 ROG Phone Fit 多人选 多人选 原因就是 它真的有很多配件 今天 除了说 相机之外 也是真的 说配件 对于这部机来说 配件 真的很重要 对于这部机来说 我想很多人 买相机的原因 都是 看中了它 除了它 效能好之外 配件多 配件多的时候 打机的 好玩的 体验就更加高 究竟 这个Kick Stand 放在这里 配什么 当然配手制 今代 这个叫Kunai 一个新的手制 新的手制 当然 可以 放在机上 用 这个 这个 我这样看 这个 是完全体 为什么叫完全体 因为 已经变成了一个 手制 例如 南亚 连线的时候 放在这里 就可以打 我是不是要打回 几次 试试给大家看看 不要开音乐 我们不要开音乐 是的 那一年 其实已经看到 那些制 上面 那些制 表现做什么 用途 原来 这个是反汇件 这个是call menu 这个是home 这个是虚拟触控浮标 虚拟触控浮标 应该是 咦 嘩 刺不出 A制 B制 其实它是B制 好 不要紧要 可以了 是否要关闭 我们打电话 是否要关闭 我们打电话 不要关闭 我怕YouTube那边有投诉 是的 那你看到 其实呢 虽然有一个 但记得是打开了 刚才是 打开不完 是站不穩 那就玩一下 玩一下 这部机 玩一下call of duty 这部机和call of duty 是合作的 官方指定的 推荐手机 但是由于我玩call of duty 就很差 所以我也是玩 玩着这个 AI 啊 不要紧要 反不反觉 我们试试达高一点 是的 是的 咦 咦 究竟我 动不动呢 我又可以试一下 咦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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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要 我们不要打机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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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其实我配合了 是的 游戏精灵 那我可能要手把设定 例如看到有些 例如有些什么 手把上有些什么功能 可以在这里设定 是的 咦 看看开了得不到 开了 可以吗 不行 可能我还没配合就好 没配合就好 不要紧要 那 为什么要拿这个按针来说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想拿回 这个按针来说 我想拿回上一代的按针来 跟大家说一下 哦 这个是上一代的 这个是今代的 我觉得今代的设计好很多 因为很多位置都是圆角了 就是上一代 上一代是型 就是上一代 我用型的形容 上一代是倒转了 pc4 是的 上一代是倒转 我同事说 倒转了pc4 是 上一代是型的 我觉得 但是有些不好按针的 为什么呢 两个钩 两个钩在上面 你明白吗 你的手指位 这个位置应该是按针的 就是他把AVXY推了下去 是有点不好按针的 还有方形是差一点 那今代是英俊了 我真的觉得英俊了 是的 打转过 其实你可以说他 我同事说是叉口仔 我觉得是switch 是的 很按针的 还有你两个手指位 刚刚很放在那裡 刚刚很放在那裡 还有加了这个手柄之后 你可以很舒服地放手上去 是的 你让他的按针 没有那么掉手 你明白吗 掉手的感觉 这个按住 那当然 这个按针 其实真的可以拆的 是的 这个按针可以拆的 分开了 其实这个按针本身是这样的 这个图片是这样的 那么加了一个手把 手掌 那就更加好炸 好了 那么 还可以拆的 因为上一代也是这样的 上一代 后面 后面也有两个 trigger 可能 油门 或者是 你喜欢的 车车游戏 或者是 你喜欢的 call of duty 按后面 开枪 也可以 这两个按针都可以拆的 其实这两个按针都可以各自分开 做一个 类似switch的功能 那我觉得 分开反而 没那么好用 哈哈 分开反而 没那么好用 是的 平时 通常都是 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形态 拿出来 这样的 这样一代 轻的 我觉得可以 真的 真的喜欢打机的朋友 真的可能有几个 在一起 手机打机的朋友 就这样带出去 那当然 这个手机其实是可以合体的 那我们先拿回 首先拆了这个 cooler 装回 一个 这个 专用的 配件 这是一个固定 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手机的一个 案件 那因为 后面 有通通 给大家看 大家看 一固定的 一固定的 一固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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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说 先取消 再拨回这个按钮 因为 这里有一个按钮 刚才我拨了 是代表 用蓝牙连线 现在就是用USB连线 你看到 用USB连线的时候 它会多一条 凳一条 凳一条 所以我说 今次的按钮 可以的 设计更加好 终于可以移动了 按一下 进去 试一下 试一下 可不可以继续 不行 不可以继续 对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安装风扇 它会再去调整效能 其实我之前设计了 我玩CALL OF DUTY的时候 是最高效能的 会走到最高的CPU的速度 那么 那个frame数 又会去到最高的 那它会设计更加高的 那它会去调整效能 那它会去调整效能 那我们 经典 试一下 试一下 那你看到整个合体了之后 其实很差了 我真的觉得很差了 比上一代 值得 这个配件 如果你买ROG Phone 3 这个手席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这个就是这样 这边就动了 咦 动不了 是不是我没有设计呢 是的 出包了 我估计 应该没有设计 我估计 对了 显示快捷键 看看 对了 方向控制 对了 就要这样 这样 这样 然后视野控制 对了 应该设计了 对了 没错了 动来动去 视野控制 对了 这样打了 就变成了 那么 操控起来 是就手的 但是 不要像我那样 进到游戏 进到游戏的时候 才来设计 记得 玩之前 设计好了 我相信 大家就不会犯错误 通常都是我这些新手 才犯到这个错误的东西 不如 和大家比较一下 旧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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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拆开 其实旧那款 有些不同 旧那款 中间的按键 就去完 其实这一排按键 其实就去完 新款的这些位置 那 就只有两个 这样 旧款 旧款 又要套过 打手 就是上一代 上一代 上一代 再插 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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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上一代 和 今代 比较 上面是ROG Phone 3 下面呢 就是ROG Phone 2 你会看到 反而长一点 因为 设计 设计 旧款 也有一条 线 不过 感觉上 没有那么光 我觉得 拿起手 真的 会 舒服了 所以今代 手制 绝对 借得 那 拿开这部 旗线 又插回 其实 还有些配件 跟大家 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 说配件 才是ROG Phone 系列 的一个 重点 来的 即是机器 就不用说了 机器 效能一定是厉害的 我们试过 那些分数 哇 六十几万分 根本 根本 现在是 865 Plus 的机器 上面 是最强的 好 但这个 是要 有点暴力对待 才可以 刷到 因为 手上的 这部机器 不是我的 所以我 有点害怕 擦烂 有另一款 配件 配件 就是 这个 普通案件 买不买 大家见人见字 合不下去 就是这样 橙色 我觉得 可以 买得过的 如果你不买 其他 如果你不想用 什么清水套 因为 也有 譬如有些字 玩家 ROG 参照 很漂亮的 不过 我觉得 应该买另一个 就是我手上的 这个 都是 案件 你看到 好像有些 暗暗的 原来 它是灯 来的 它是灯的案件 就是ROG 的 敗家之眼 就是 Logo 它为什么会变色呢 其实 因为 这里是有两眼蜜灯 我可能脱下 脱下盒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两眼灯 这眼灯 就是普通 我们拍照的时候 曝光的曝光灯 这个 灯有什么用 就是用在这个 配件上面 这些 一粒粒 一点点 就会 发光 有个Logo 这个 这个 诶 这个 诶 这个 找他 这个 他说 发现这个 炎光智慧保护学 是不是要切换专属柱 就是这样 这个 保护学 我觉得是 值得卖的 因为都挺好炸 真的 真的挺好炸 那 那 有个保护 你看这些围边 是 小拱器 那 不会直接 这样吸收的时候 就不会直接吸收到 就是会损坏了 那个屏幕 你看到会变色 我觉得这个 挺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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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件是值得入手的 那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 烟料 这个烟料 就是 TWIN DOG 双屏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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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代是升级的 大家都知道 这部 这部 打得机 就说 一定要一个漂亮的屏幕 这部机的屏幕 可以行144Hz更新率 原来 今次这部 TWIN DOG 这个屏幕 都可以行144Hz更新率 那 那 都是这样 那 走进去 好 那就说 哦 连接 连接了 这样 要锁后面的 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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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锁了之后 就会显示到 你是不是要用TWIN MOVE 那 用了TWIN MOVE 之后 就下面可以打机 上面可以看其他东西 或者 同时打两个游戏都可以 通常 没有人会打两个游戏 那就开回YouTube看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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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些功能 看看 或者 有没有一些 什么秘技可以用 试试自己 我觉得这个值得买的 这个 看看 可不可以开点 开点 什么呢 可不可以开多个 因为我有安肚图 可以开安肚图的 不行 哈哈 原来不行 六十几万分 哎 可以出回 这个 这个 是ROG Phone 3 那个 測試 那个 分数 六十四万 高的 真是 这部 因为 12GB 865 和 可以 用到最高 效能的时候 即 六十几万分 我想 如果数字上计 应该都是 首一二维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首一二维 那 TreeMule就可以 一边打机 一边看 网页 或者 你打打机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打到妈妈 打到妈妈 吃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 接着 我发现 足够了 我出去 不知做什么 我再开个努力 行事力 看看自己 接着有什么行程 那 其实 都很英俊 R.O.G.峰 标志 R.O.G.的标志 这只眼 漂亮的 整个finishing 都是做得 不错的 那 就 其实 唉 抽出来 很难 因为锁了 是 忘记了 很重要 防止你突然 用一下 拔出来 好了 好了 今代 其实今代 今代 都有 新东西 Air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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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代叫Airtrigger 其实除了这个点 Double Kick之外 还可以支援你左右滑 上下滑 你说 在这么小的范围 做这些动作 是不是很顺畅 未必 但是 多了这些动作 令你 打机的操控 可能会提升 有些 例如玩 CALL OF DUTY 你 跑的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推着跑 你就可以这样 滑下滑下 跑 至于 如何用 如何用 会方便 就真的 要自己去 留意 或者自己发掘 究竟这些 设计 可以帮助 在自己打机的时候 在哪里发掘 例如 按 这个 辅助工具 手势 不是在这里 Airtrigger 但我也要看一看 看一看 对了 这里 仍然有 长短按 长短按 触发一些 模式 譬如我现在 这样按 这样 它又关上 刚才 刚才的画面 就是处于 X模式 状态 就是 CPU 一些 RAM 会自己释放 CPU 提速 到最高 以及一些 网络 优化 例如 我再按 按 长短按 这样 它便会 打开 X模式 当然 要进去 本身的游戏 空间 其实游戏 可以用 不同的游戏 去设定 例如 Coff Duty 我设定了 效能模式 去到 LV3 握盡 整个 CPU 再加上 几次优化 譬如 显示 可以开 反脚次光能 令到画面更加Smooth 屏幕更新率 可以推到一世世一 或者自动都可以 是的 自动都可以 那么 效能 就是刚才说过 譬如 网络 可以 这个 防止网络切换 如果你在家里 打机的时候 去到某些 可能你 不喜欢坐在那边打机 例如 打得下 突然走去 其他地方 你要锁定 网络 即是 不会被它自动切换 的话 记得开这个 还有 如果你有5G 我觉得可以开 Hyper fusion 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 当你 如果 在一个 收得不太好 的WiFi 地方 它就会 帮你 自动 去 在WiFi 和 中间 切换 保持 连线稳定 也是 AIR Trigger 可以 这个 左右点 是如何 是的 左右点 是如何 其实 还有 我应该要 进去 游戏 给大家看一下 AIR Trigger 设计 读者问多少钱 刚才说过 分开两个版本 我手上这个就是ROG Phone 3 12加512 在卖7998 是的 7998 7998 7998 我一定会 选择 我一定会买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定会选择 12 512 7998 值得投资下去 我认为 我认为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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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操作,尤其是吃雞那些,可能有些执箱,教了某个动作执箱 一按就行了,不用再在屏幕上点来点去 声方面都足够的,因为前置双喇叭其实有很大声,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吗 是的,这一代也很大声的,画面不用说了,画面144再加AMOLED屏幕 其实在这个阶段很够用,我觉得之前我用这部手机打过很多场 这个Core of Duty,我觉得流畅度和触控反应是很近的,很快 例如开枪,开镜那些都是一按就中的了 好,大致上也是这么多 跟大家开箱试过一下 开箱试过一下,坐近这些光电 大致上跟大家开箱试过一下 ROG Phone 3 这部手机的240克真的比较重 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你又要塞大电池在内 你又要塞大电池里面 你又要塞大电池 你又要塞大电池 其他原件的Core of Duty 这个240克我觉得是可接受的 那就是重量 那也是那句 买这部手机,记得真的要买回这个Core of Duty 这个手机真的相当之有用 相当之好用 相当之好用的手机 这一套绝对是绝配的 一定要入手的 其实手机都会配合一个Case 这个Premile Dock也有个Case 是这样的 这样 不用的时候 这个Case在里面 有个小网袋 可以放其他东西 不用的时候 把它收到里面 把它收到里面 带出街 挺好的 OK 处得挺好的 不错 这个真的值得买的 那今代 ActiveCore of Duty 我觉得真的好用 除了打机可以这样放在这里 斜斜地打之外 看片也非常有用 真的不需要 平时可能 喜欢 现在我们 尽量都不出街吃的时候 就要上班了 在自己的位置吃 可以重复机 重复机在这里看片 方便很多 今集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刚才也说过 再重新说过 我手上这部机是RO之锋3 12加512 卖7998 有一个Strike edition 就是8加256 卖5998 那部机正在卖 那 我想 对于手油 很发烧的朋友 应该就冲了去买 那未卖的朋友 可能看了这条件 之后 应该 我觉得 多一些 入手的耳肉 因为本身 本身的效能 真的很足够 本身的效能 很足够 还有 多了很多配件 给大家 可以去用 这些配件 其实 价钱 我就要查一下 可能在之后 在下面 我们留言 说一下 究竟多少钱 那 还有的 其实 还有一个 就是可以 给你 和PS4 或者Xbox 手制 继续在一起 用的 一个 Game Keep 但是 这个 好像有点问题 就未借到 如果借到的时候 我再和大家 试玩一下 好 今集时间差不多 预告定 下个星期 都会有新东西 跟大家说 也是一些 最近大家 很留意的 新东西 还要不止一件 究竟 不止一件 那堆新东西 是什么 下个星期 自有分调 今集时间差不多 好 看到大家 和大家说 拜拜 我是马田 多多支持我们的PCM Gadget Live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